來介紹BGA大概是在上上禮拜左右 所新上架的一款遊戲 Nicodemus 它是一個有點類似璀璨寶石的資源轉換遊戲 故事背景大概是說我們是 在一個奇幻王國的工廠工作的工人 那我們要想辦法修好我們的機器 遊戲很簡單 我們每個人一開始有五張手牌 輪到你的時候呢你要從手上 放一張卡片到我們這邊的行列上說 我想要修理這個機器 我想要安排他去做修理 應該說比較類似說安排他在這個管道上 讓他有機會被人家修理 那我打出這張卡片之後呢 我丟出這個機器之後就可以有三個選擇來選一個 像這個 我把他打出去我就可以選擇得到木炭 得到木炭的意思是說會根據我如果是一分的卡片就得到一個木炭 三分的就可以得到三個 根據你的分數來決定你可以得到幾個木炭 那木炭可以做什麼等一下再講 再來就是這個遊戲裡面比較主要的動作獲得資源 獲得資源就是看我這個機器本身中間這裡就是他可以生產的資源 他可以生產什麼我把它丟掉就可以得到什麼 那得到的這個資源就是可以用來修理機器用的 卡片的左下角這邊就會告訴你 你想要修好這台機器需要付出怎樣子的資源 所以我這台機器會產木頭他就可以獲得木頭 或者是第三個選擇我可以應用他的效果 每個機器右上角都有卡片的效果 那因為我這個效果是可以根據這個修理的行列上的機器來獲得木頭 我可以得到比較多東西所以我選擇拿效果 好是這樣 他卡片右上角這個效果其實都有圖示 但是我覺得他圖示沒有算是做得很好吧 所以可能要花一點時間來熟悉圖示 這邊是可以用煤炭去交換資源 這邊是可以抽成就卡這邊是可以從對手偷東西 那基本上他紅色的卡片就大概是會陷害對手的類型 藍色就是純粹生產資源的類型 紫色會是跟煤炭比較有關係 然後咖啡色這個就是跟成就有關係 大概是這樣啦 可是也不敢肯定啦 像這個紫色他就也不是跟煤炭有關係 但是他的效果是可以得到兩個資源 所以我看看我現在已經有三個木頭了 那我丟掉這一台拿兩個資源可以拿銅跟水晶 我就選這個這樣我就什麼資源都有了 好 那有資源以後就可以選擇修理機器 那BGA他其實也做得蠻好的 就是像我現在手上的資源是一個銅一個水晶三個木頭 我就可以修理好這一台機器 他需要一個銅跟三個木頭 或者是我也可以選擇修這個一分的 他只需要一個銅一個木頭 好 這個行列這個機器的管線 如果我修理最右手邊的也就是這個三分的 我就不需要付出額外的代價可以修理好他 我如果選擇中間這個一分的 那我就要在他的右手邊也就是三分的這邊 放一個木炭當作代價 好那對手如果再選擇修好這個三分的 對手就可以把那個木炭拿走 好一樣的道理我要修越前面 也就是越舊之前丟出來的卡片 就要在越後面新的卡片放越多煤炭 煤炭在遊戲裡面主要的功能就是這樣子了 好那我現在先修好這個三分的東西 好 系統就會自動幫我把資源付掉 然後把卡片放到這邊 我自己的區域來說我修好這個東西了 好那我修好這個機器 他就會為我生產一個資源 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說他會實際給我一個資源 他的意思是會給我一個折扣 像我現在生產的這個機器 就是我修好的這個機器 他本來會生產的資源是萬用 那我就是可以任意的少付一個資源 所以我雖然只有一個水晶 但是系統還是顯示這個一分的 我可以修理好了是這個意思 既然可以修理了我就直接修理 好那像右邊這個紫色的卡片 本來已經有一個煤炭在上面了 我選擇修這個就會再放一個煤炭上去 他這邊就變成兩個煤炭 修好這台紫色的就可以拿走這兩個煤炭 那像我現在完成了這兩台機器 系統也會問我有沒有要完成這個成就 有兩台綠色的機器 完成這個成就會多加一分 但是他會立刻幫我把這兩個機器丟掉 那我就會少掉這兩個折扣 所以我先選擇跳過先不要修好它 好那基本上遊戲就是這樣子講完了 有沒有很簡單 輪到你的時候就是選擇從手上打出一張機器 然後三個選一個做 或者是修好這些機器 付資源去修好它 然後看要不要順便完成成就 就比誰先達到20分 耶 好那比較麻煩的真的就是 一張一張卡片可能都要看一下它的功能是什麼 它真的就是一個 很雙人對決的璀璨寶石 那我是覺得它其實遊戲跟 遊戲的故事背景跟機制沒有搭得很好啦 因為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想要負責修理好這些機器 修理好之後它就可以幫我們生產東西 但是它根本完全沒辦法解釋說 為什麼我想要修理好這個機器 我把它丟出去可以拿資源 或者是我把它丟出去 它明明是壞掉的機器 我把它丟出去 我還可以使用它的功能做事情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純機制遊戲 但是就是一個輕鬆小品吧 大概是這種感覺啦 反正因為它算是比較新的VGA遊戲 也蠻好殺時間的 它玩起來比璀璨寶石還要快速多了 就是一個比較精煉的璀璨寶石 二人對決版 所以也是蠻值得推薦的吧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